5月23日18时30分左右,贵州省前西南不一族苗族自治州,征锋县鲁荣乡坂饶村,北盘江流域霸邮段易农户生产生活自用船发生测翻事故。 截至24日15时,事故造成时任遇难,其中包括涉事船主在内的16人获得生还,仍有3人失联,伤员均在医院救治。 5月24日,记者驱车赶赴征锋县鲁荣乡坂饶村,当地气温34摄氏度,消防、公安、医疗等部门以及社会各救援队伍正在现场忙碌着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侧翻船只已被打捞起停放在岸边,也有不少遇难者家属前来了解情况。 记者通过采访当地村民及前来寻找遇难者的家属了解到,侧翻船上的乘客大部分是从隔壁望墨县附近几个村寨,前来板饶村参加葬礼,再返回时遭遇不幸。 那边不是私人的吗,他们的靠等嘛,就板上石,然后板上石,板上石,板上石时候就准备要回去,上转之后就是摔下去嘛。 然后就从我家抱在下面,然后就是看到,已经全一个没看到了,然后我会不看下去,我只在上面看一下就得了。 我昨天来外公家这边,外公家这边整个回去,也不想做那个村回去,顺利说回去嘛,人多了,他们穿人多了。 据板饶村村民回忆,村里没有通工路前,是有客运船在江上跑运输,直到通村路开通后,客运船便陆续取消,村民出行都是选择走陆路,当有急事时,村民自己的渔船偶尔接人渡江。 据悉,事发河流为北盘江流域霸油段,河水湍急,水深约30米,河面宽60余米。 目前,涉事船主已被警方控制,现场搜救及调查善后等工作仍在进行中。 5月24日,贵州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应急管理厅联合下发紧急通知,要求贵州省各地各有关部门,按照贵州省安委办, 关于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排查工作的有关安排部署立即成立领导小组,制定工作方案,从24日起至9月30日开展全方位的水上交通安全大排查大整治。